感谢主能够再一次回到 自1965年到70年五年时间 当我在中原大学 还有在大西化学病学校当教官那五年 成为我的教会 我相信我们一些老朋友 可能还有一些人彼此还认识 但是更高兴的是 有看到这么多新的朋友 求神继续把得救的人 信耶稣的人 加给我们教会 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 就是我们最爱的一个字 除了神以外 就是我们的家 我常常说基督徒 事实上不止只有亲情的家 我们也有教会属灵的家 我们还有在属世的叫做国家 请记得国也是一个大家 对不对 然后当我们死了以后 我们才回到天家 所以你看从今生到永恒 我们脱离不了这一个字 那我在这个图里面特别强调 今天我们在地上 当然最有关系的是两个家 请同工把 好 谢谢 这两个图 一个左边的 当然是我们的亲情的家 一个是我们属灵的家 教会 其实从照片来看 两个看起来 也是有一点互通 唯一的差别是 屋顶上有没有挂一个十字架 但是我常常提醒基督徒的家庭 你们的屋顶 虽然没有挂一个十字架 你们的房子里面 不管有没有挂十字架 你们都挂了一个无形的十字架 所以亲情的家跟教会 这两个家 是我们最爱中的最爱 很不幸 今天全球已经面临家庭的危机 那么家庭的危机 冲击到很多很多 包括我们一向很重视家庭的台湾 还有呢 连我们的教会 今天 那也被所谓的大大的影响 那应应家庭危机 所要知道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我们要将心归家 请同工 好 谢谢 圣经刚才我们读了 两处的圣经 其实就是今天 我的信息的重点 第一句话 圣经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 而且要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由心发出 换句话说 你的心决定一切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不要小看 也是我们的心怎么样 吹逼我们来 我们的心可慕 敬拜神 今天期待我们的心 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可是 心那么重要 那对于 因应家庭的危机 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心呢 我们要有一个 将心归家的心呢 也就是马拉基督所说的 先知来 要叫父亲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 其实家庭的问题 不就是因为 大家的心越来怎么样 越来越彼此相对 越来彼此可能相离 所以今天我们说 家庭危机 要怎么去转化呢 要怎么去因应呢 还是回到这个字 心 而这个心 是怎么转化 是要归向我们的家 也许今天你看到这个题目 你好像过着一个 很所谓的正常 也许你也觉得 很不错的家庭生活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谁需要将心归家 我不知道 你看到这个题目 是不是以为 跟我自己没有关呢 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我从四个角度 来跟大家说 有四种人 需要将心归家 第一种人 就是所谓的浪子 因为浪子回头的故事 大家很熟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 浪子试会 因为这个段的 经济又特别长 但是我们都知道 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 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家里出了一个浪子 要求分财产 出去挥霍 堕落 甚至于把钱花光了以外 把身体也搞乱了 搞坏了 甚至搞的病都有 连到最后 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到了一个时候 还要跟猪 去抢吃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是 这样的浪子 再不将心归家 当然就没救了 所以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 其实就是指的 今天可能还是有这种浪子 在我们的家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毁跟改 毁就像这个浪子说了 我要像公我的父亲说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一个人要将心归家 要转换 以前经营家庭的状况 你必须先从 如果你需要悔改的话 那个悔 我错了 然后呢 不只是 我毁了 迁毁了 还要改变 有人 也许在浪子辈的人 在外面 早就有毁过了 毁了 可是呢 他没有改过 所以仍然还是堕落在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浪子呢 圣经说 于是起来 往他的父亲那里去 哇 那这个就是 更必要的 一个所谓的 将心归家的 这个第二步 所以今天 我们家里 有没有浪子辈的人呢 如果有浪子辈的 一般人怎么办 我们基督徒 大概会特别为家里出了 浪子辈的人 请记得 我在讲浪子辈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虽然 圣经是用浪子回头的故事 请问今天有没有浪女啊 那有没有浪父的 今天有没有浪母的 今天有没有浪夫 有没有浪妻 有没有浪兄弟 有没有浪姐妹 讲来讲去 我们读圣经就要懂得 举一缓三 不是只有讲孩子的这个事情 我们自己要把它想成 整个人圣经的话 都跟我们有关 所以也许我们家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没有浪子 可能还有其他的浪子辈 那浪子辈的 我们怎么样 帮助他回来 我刚才说了 为他祷告 这个当然一定的 尤其是求神圣灵感动他 让他有迁回的心 然后又有改变 要转回来的那一种 决心跟勇气 可是你知道吗 当浪子辈的 能不能够悔改 是他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 跟在家里等待的人 也有息息相关 我常常说 浪子辈的人会回来 因为家里 一定要有持自辈的人 你现在看 这个浪子 如果知道说 他回来会被爸爸 踢出去 骂出去 甚至于不让他进来 你想想看 他会回来吗 所以今天 假设我们家 除了有浪子辈的人 我们家就需要求神 不只为浪子辈的祷告 我们趁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求神让我们也成为一个 踏踏实实的持自辈的人 好叫那个浪子辈的回来了以后 不会再出去了 所以我这里说 浪子快悔改 但是浪子要回家 持父要怎么样 要先在家 第二种的人 需要将心归家 我希望第一种浪子 需要浪子辈要归家的 希望我们的教会 都没有 但是我当一个牧师 那么久 也牧会了十年 其实教会仍然有不少的 浪子辈的人 那第二种的人 可能就更多了 也许就像圣经里面 所讲的这个哥哥 有没有 他表面上是一个 循规道举 安分 有没有 尽责的一个 所谓的儿子 可是当浪子辈的故事 出现到后段 弟弟回来的时候 这个哥哥 终于把他心态的偏差 表达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大儿子 爸爸要他一起进来 一起吃喝 来庆祝这个弟子 弟弟浪子 回来 对不对 可是圣经 二十八到三十节 有提到说 大儿子却怎么样 生气 你看没有 他没有说 好高兴 我的弟弟做会了 感谢 他反正很生气 然后对付近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你从来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你 你看没有 不只说我没有当过浪自辈的人 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而且我认真的当你的故宫 可是你竟然连一只三羊羔 都没有杀过来让我款待我的朋友 那这你看 他说你这个儿子 他不说我这个弟弟 换句话说 他内心里面 根本不希望有这个弟弟 和苍稷吞进了你的产业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 所以我用这个哥哥 代表着需要将心归家的第二类的人 就是他虽然身体是住在家安分的 可是他的身份 在家里面把自己的身份弄错了 所以我称这个哥哥叫做在家的 什么 的浪子 所以这个哥哥 其实也需要怎么样 将心归家 今天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从小因为原生家庭 并不是那么的正常 我们说家是我们的最爱 可是家也会伤人 甚至于家也会毁了一个人 我自己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是我简单的几句话 我是从小九岁 才第一次看到我的爸爸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的妈妈 是我爸爸用现在的话 叫做小三 没有名分 然后九十岁了 我爸爸才会来认我们 可是到我爸爸 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爸爸去世 好像我从来没有跟我爸爸 讲过一句完整的话 所以这两句话你就可以知道 我的原生家庭 就是造成我对这个家的认同 相当有负面的 尤其小时候听到我们的家人 哥哥弟弟妹妹都有名字 他们都不叫我的名字 叫Q的Q的 你知道吗 名单的话Q就是捡到的 那我问我一个舅舅 我说为什么 我的名字他们家人都不叫我 我叫Q的 那我那个舅舅很杀有其事的说 因为你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哇 我那时候这句话 我把它信以为真了 你知道小时候嘛 本来就已经很自卑了 本来就已经很苦闷了 结果这句话终于了解了 原来我是被捡回来的 所以你可以了解 有一些身份搞错了 是因为你误解了 所以到后来拜佛 因为她是拜佛民间宗教 所以后来她才告诉我 你这个命啊 小时候非常难养 常常进出医院 有三次急诊 医生都说不用医了 所以呢 她说就是因为我吃灾 为了你吃灾念佛 而且把你过给神明 然后后来去请教道士 道士说你这个孙子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做 以后不能叫他的名字 要叫他Q的Q的 有没有 因为你知道 明天宗教最怕鬼嘛 有没有 所以台湾你就知道 明天宗教真的很可怜 为什么孩子叫Q的 蒙齐的 蒙悠的 笨手 酒头 有没有 其实那个背后都有一种 像类似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是今天 你我可能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可是你也会把身份 不能搞错 有没有 就像我跟他说 这个哥哥 明明他是大儿子 他说我是你的故宫 有没有 所以这样的人 请大家记得 只有你知道 也许有一些就像我的冤枉 误解 原生家庭的不健康 但是除了之外 你有的时候 你可能有意无意的 就让家人感觉到 你好像不是家人 今天我们的诗歌 敬拜团 后来我才想到说 应该早一点想到的话 就会请他们唱最后一首歌 叫做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没有 有一次我也是指定这首歌 在一个周末的特会 结果那个主持人 那个弟兄 最后说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 因为是要我们唱的歌 这个歌大家都很熟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我们一家都是人》 你们会笑 就表示说 这个讲的大错对错 字都一样 可是字句不对的 有没有 意思都没同样 有没有 各位 请问你 你们家一家都是人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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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一家人 你自己呢 所以这些 如果你弄不清楚 就是身份有问题 像客人 像室友 那就是只是人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家人 家人最少 有两件事情 今天我要特别讲调 就是家人 就是家里的事 都是以我们为主体 有一些人喜欢讲 我的 你的 就算明明我们都是 中立长老教会的 在开会 有人还是习惯 那你们教会怎么样 你们教会怎么样 我来之前 刚好最后一次 请一位董事 来跟我们分享 在线上 他们夫妻 连个个讲过 连讲过两次 你们同工怎么样 你们的事工怎么样 到最后 我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 我说 因为我们很熟 我不客气地 必须要在 大家的面前提醒你 请你们以后 不要用你们的 你们的 我们的事工 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真爱 你知道意思吗 那这个就是 无形中 你会 让人感觉到 好像 你还很见外 了解这个意思吗 不是家人 就是像外人 像客人 像室友 对不对 所以多用我们的 听到我们教会 在求神 指引我们 建堂的事情 建堂的事情 不是你们的事情 建堂的事情 是谁的事情 是我们的事情 有没有 这个态度 完全不一样 另外呢 更具体的 成为家人 简单的 我要问你 家里的事 你有没有分担 家里的事 你有没有参与 家里的事 你有没有负责 因为我一直相信 什么叫做家事 家事就是 每一个家里的人的 什么 的事 小心哦 我以前也常常用这种 自己 在华人最早 做这个家庭的专业 我有时候还是会换 语物啊 就像刚才我们说 你的我的这样 我的师母 华恩 来 华恩 我来帮你洗碗 你知道 第一次我这样讲的时候 自己觉得很热心 我在交夫妻嘛 恩爱 当然就是说 这个 要彼此帮助 可是他 很不满意 他是什么 来帮我洗碗 你说 我来帮忙洗碗 请你不要说 我来帮你洗碗 你知道吗 了解 了解他的不同吗 洛克菲勒 这个 全美国世界 都很敬佩的 一个 已经六代的 全美国曾经 好长一段 是最有钱的 的家人 他们其实不只是 财富 他们家的信仰 还有呢 他们家的传统 其中有一个传统 我非常的认同 他们那么有钱 但是洛克菲勒 从第一代 开始的祖先 就要求他们的孩子 从四岁以后 就要帮忙做驾驶 请记得哦 一定有 他们家仆人很多 用人很多 对不对 但是他特别交代 这些用人 就算 你们做 也要留一些 带我们的孩子 一起去做 有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 分担家事 好 第三类的人 就是 虽然身体在家了 也不是身份搞错了 也不是从来都不帮忙 做家事 可是 却不够用心地 住在家 不用心住在家的人 表现在什么地方 表现在平常的相处 平常的互动 碰到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考验 你有没有把家当作家 你有没有把你的家人 真正的当作家人 还是你突然因为什么样 一下子就变脸了 好像就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变成我们一家都是人 而且这个人变成什么 甚至于变成陌生人 甚至于变成仇人都有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 这个心态不对了 我这里说 不用心住在家的人 有几个现象 特别要注意 我们有在家讲话了 当然 更糟糕的 连讲话都没有讲话 也就是没有沟通 一切靠关系 关系要靠沟通 基督徒 更是要这样 可是讲话 跟交谈不一样 我常常说 现代人的讲话 常常是三支经 有没有 都是用三个字 就叫三支经 我走了 吃饱了 要睡觉 你知道这个吗 当然 这个也是 也是有一点互动 但是这个不是家人 一直唯一的沟通的方式 对不对 表示你的心 还是不够 那么的像家人 一样 你听话 你说 可是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们对小孩子 常常是忽略忽略的 一面 在忙家事 没有错 一面在上电脑 没有错 可是呢 我们又不好好地 坦白地跟他讲 现在爸爸忙 或者妈妈忙 或者是我现在手桌上 有什么事 等会儿我再跟你好好谈 我们就有那个本事 好像让他知道 以为我们有在听 有没有 长期下来 家人就不喜欢 跟这样的人一起谈话 有没有 所以那个心 就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疏离了 换句话说 家人不只是 吃在一起 大家睡在一个房间 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是要共同生活 而且这个生活 还包括同甘 共苦 对不对 不是只有顺境 逆境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 用心地 表现出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不要只有相聚 没有互动 只要同住 却没有共享 跟一起 共同地承担 你看 现在还有一个 一世代 最麻烦的一个 我称作 一世代的家庭杀手 你看他这张照片 你就知道 一对夫妻 很可能 如果以洋人的话 可能是礼拜五晚上 还点个牛排 还点个蜡烛 应当是蛮浪漫的 有没有 但是当夫妇两个人 一起各在看自己的手机 而且连头都不愿意 相像在一起 连这个表情 都是相对的 有没有 你看这张照片 还有那种所谓的 周末晚上夫妻 难得出去 晚餐约会的浪漫吗 没有了吧 对不对 还有你看 这张 这个是早期 西方人礼拜六早上 不用上班 可以晚一点起床 而且有时间 准备丰富的早餐 然后大家围在 这个巴巴巴巴巴的 大床边 大家一起享受 那么丰富的早餐 这个是真的 传统西方人 他们很期待的一个周六早上 什么都有了 你看 那个早餐东西够丰富吧 可是有没有人在吃啊 现在大概不是用滑电脑了 现在用手机的了 那你看看 这不就是 晚会的那个心意 结果我们没有想到 享受到 家人 在一起 可是 又像我们一家 都是人 而不是家人 那一种心 完全的不一样 我很佩服 走边的这个小姐姐 帮妈妈 来喂弟弟喝奶 你想想看 她 功夫很厉害 又一只脚 腿就可以搞定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小姐姐 没有看手机的话 你想想 她在喂奶的时候 会跟弟弟怎么样 总是会有一点负重吧 总是会跟她 讲一些小贝比的声音 跟她 她嚷嚷 闽南话是这么说 有没有 然后右边是 我有一个 这个姐妹 真爱之友 听到我的演讲以后 有一天她照了 她的先生跟小女儿 四十五分钟 在一个地方 这张照片给她照到 然后她就量到 四十五分钟 等到他们说 她说来来我们走了 没有跟她女儿 有任何 连脸都没有 相像过 你知道没有 所以想想看 一样 我不是说手机不好 请大家记得 不要让上帝赐给 这一个世代 最方便的 沟通工具手机 反而成为 致命的杀手 家庭生活 那就 我们说亏大了 这个不是好事 有一句话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我在你的身边 而你却在玩手机 早期啦 现在当然因为 现在手机就是一个 现在手机就有 所谓的 可以上网的功能 以前还没有的时候 真的 你有没有这样过 我也有这样过 去有一些餐厅 咖啡厅 Starbar的McDonald 其实最主要是 要用他们的Wi-Fi 怎么样 来上网 有没有 可是那个时候 我就找到 有一家咖啡馆 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 我说我一直还保留 这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 我们这一家咖啡馆 没有无线上网 但是欢迎你进来 好好的享受 我们美好的咖啡 更重要的是 跟你身边的人 怎么样 说说话吧 我觉得现在 有这样的 有这样情义的 这个生意人 导致非常非常的少 有没有 好 这是最新最新的 前两个礼拜 我才看到 有一个 也是一样 小餐馆 结果他 餐桌上摆在一个 好像一个铁笼 小小的铁笼子 就说 如果你们愿意 再坐下来以后 愿意把你们所有的手机 都锁在这个铁锁里面 等你们销毁完毕以后 我们给你最少10%的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优待 怎么样 现在有的人发现到 10%好像还不够快 有的 有的还有道义 提到20% 那这个就表示怎么样 连这件事情都必须要用一些诱因 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真的 手机造成 很可惜 变成一个杀手 甚至于网影已经变成 世界卫生组织 在七年前已经就把 网上网成影的行为跟心态 成为一种精神疾病 请大家记得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家师母在70岁的那一天 儿子跟媳妇带了两个孩子 那个时候 他们 一个11岁 一个9岁 他们把送给阿嬷的卡片 送给阿嬷以后 那我们就要一起去餐馆 庆祝 我的师母的70岁生日晚餐 出门之前 他的妈妈就吆喝两个孩子 来来来 把你们手上拿着电子书 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手机 电子书交出来 这个妹妹就觉得 为什么 可见他们平常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喜欢看书 所以用电子书 然后爸爸听到 女儿问说为什么的时候 爸爸就说了 今天是阿嬷70岁的生日 我们要专心地陪阿嬷生日 吃晚餐 所以你们都不能去碰你们的电子书 所以把它交出来 这个哥哥听到了 知道有道理 就把他的跟把妹妹的电子书 一起收取 然后交给爸爸的时候 但是他 还不甘心讲了一句话 我在旁边听得 非常喜欢 他怎么说 他说好爸爸妈妈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都不能碰手机 我在旁边听得 说辣 很欢迎 很爽 这种话 可能做老爸的不好意思讲 做阿公的不好意思讲 是啊 你就必须要有这样 不然的话 你看 好的东西 可是你 变成不好的东西 甚至于变成破坏家庭的生活 甚至于变成 关系的杀手 那这还得了 各位 这么多年来 我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关机 再怎么忙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忙的人 尤其现在有十二个国际会 在时差上来看 几乎二十小时都有可能会 有人要跟我联络 可是不管怎么样 到了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一定把它全部关掉 而且不会把手机放在我的床头 也不会放在卧室 也不会放在卧室里面的浴室 我经常都是把它放在楼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人会有这一种 睡不着 或者是 哎呀 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你知道 然后早上醒起来 我第一件事情 绝对不会去开手机 好好的 感谢主 一天就开始了 灵修 吃完早餐以后 我才开手机 不管再怎么忙 因为我知道 我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真的就是会被手机控制 有一次要出门 因为儿子跟媳妇 带两个孙子 他们要去交友 问我说要不要去 因为临时嘛 礼拜五晚上 我说我可以去 那师母说 他不行 他明天有事 好 那我的儿子就说 那爸爸你就不用开车了 我们刚好五个人可以一部车 他来接我 上车的时候 车子正要开动了 突然我看到师母 从房间里面冲出来 我的师母从来没有那么紧张 从来没有那么的 让我吓一跳 到底是什么事情 他跑到我儿子的车边 儿子赶快把那个窗户拉下来 然后我最后旁边 也很着急 问他什么事 什么事 我真的以为是什么大事 尤其是可能 哪一个婚会有什么大的事情 紧急着要找我 结果我的师母怎么说 他说你忘记带手机出门 我说 什么时候 我没有带手机出门 在师母的心里面 已经觉得 好像是天要踏下来 那么严重一样 有没有 你知道那天我怎么回答 我做骄傲了 那个时候 带着骄傲回到我的师母 我不是忘记 我昨天晚上就决定 今天晚上 今天出门不带手机 我的师母几乎 差不多是吓一跳 不敢相信 我到今天都还在回忆那一天 没有手机 除了没有天塌下来以外 真的是难忘的一天 你知道意思吗 是 第四种 不珍惜 爱家的人 也要将行归家 你看这个老爸 你知道 犹太人 爸爸还没有死 你就要求婚财财 这个是大逆不道 非常不孝 不用说老爸 左右邻居的人 就可以把这个不孝的孩子 打个半时都可以 然后那么的 而且 那个结果不是很 伤这个爸爸的心吗 所以为什么这个 爸爸当孩子回来的时候 远远地就跑去 抱着他 亲嘴 马上给他穿上衣袍 马上交代 把戒指带来 然后晚上要好好地庆祝 其实两个字 因为他很珍惜 这个浪子回头 因为很珍惜 他自己的儿子 终于悔改了 所以他这么说 尤其是对这个大儿子说 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是死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 欢喜快乐 当然我不希望 我们家有出浪自辈 但是这个也是代表 当浪子回头的时候 如果你不珍惜 你就是不是 还没有恢复成为 一个十字辈的人 他就算回来 大概也住不下去 所以珍惜两个字 除了当家里 有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一个考验以外 就像圣经 四篇九十篇十二章 十二节说的 求你指教我们 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 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我常常说 智慧的心 用在将心归家 也就是这两个字 珍惜 珍惜时光灰逝 一下子 你看 刚才我提到1965年 我在这个教会 15年 从现在算到1965年 那个是多少 已经是 多少 将近60年的时间了 我看到我的大孙子 现在16岁 已经180公分 现在要拥抱他不太容易 我早就跟他说 你长慢一点好不好 是 我们都变老 刚才洪志 跟我打招呼 他算是我们同一批的人 是 你看到没有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父母 更会变老 我们的孩子 会变大 大到 你开始悔改了 他已经 没有时间在家了 这个就是要珍惜 人生更加上还有无常 所以我们要及时示爱 夫妻之间 有什么过意不去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 重新再爱 重想亲情 当我们有一些亏欠 彼此饶恕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这四种需要将心归家的人 第一种是 让自备的 第二种是身份弄错的 第三种是 不用心住在家的 最后一种是 不珍惜爱家 各位 你 我属于哪一种呢 也许我们多多杀少 都属于其中的一种 到今天为止 我自己 常常也被自己提醒 圣灵的提醒 我也是偶尔 会忘记的 这其中的一种 特别是 不真实都有可能 当然最后我们说 我们今天 虽然以让子回头的故事 刚才我说了 我们还有 让子 让女 让父 让母 让父 让妻 让兄弟 让姐妹 还有呢 其实不只是 亲情的家 今天的教会 是属灵的家 我们可能也有 属灵的 让子 让女 这一类的让自备的 可能也都会有 虽然今天我们是 以亲情的家 我们彼此来还醒 将心归家 但愿属灵的家 我们也一样的 有机会 我们好好再来 多思考这一方面 最后送给大家两句话 家既然是我们的最爱 尤其 亲情的家 跟教会属灵的家 所以大家 必须 尽早地 将心归家 才能够想 最爱 甜蜜的家 如果变样了 你不要怪别人 先从自己还行 我要先将心归家 才有可能 再想最爱 经营家庭 也要先将心归家 开始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 你用亲情的家 跟属灵的家 常常让我们 体会到 跟你的关系 更是 借着 弟兄姐妹的 属灵的家庭生活 跟 亲情的家庭的生活 来活出 在神的家的 那个大爱 祝我们不够 求你今天 不止在话语上 更是圣灵 常常 督促我们 提醒我们 甚至于 催逼我们 将心归家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祝我们